好这就带我们来讨论的就是呢 在一人Makio的部分啊 这几天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了 就是呢 他的日记有人打伤机车司机啊 虽然他有出面道歉 但是呢 其实他的言辞 网友说有点反反复复啊 也引起大家的不满啊 甚至有发起了要他退出演艺圈 究竟他该不该退出演艺圈呢 您的意见是如何 这我们开放了语音投票 目前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投票的部分啊 而这个现在呢 赞成支持啊 觉得他应该要退出演艺圈的 有13351票 而不应该的呢 觉得不应该要退出演艺圈的民众 有1133位啊 好就稍后都请您来 这个针对这个部分来表达您的意见 而这个讨论这个事件呢 这个阶段我们请来的来宾呢 这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陈林林林林林林林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呢 这个马 once 到底呢我们刚讲到是不是他 一开始出来开记者会跟后来 他像这个呃司机还有司机家属的道歉的 整个这个嘴脸还有说法呢 網友說是這個前後差異非常的大 到底呢這個狀況是如何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道 媽媽妳不知道他命時間已經過了嗎 我知道啊 在媽媽的陪同下 Makio在事發第三天到醫院探視 被打傷的司機 只是比較前一天開記者會前後裝扮 案發後的陳情記者會 一早十點鐘總是晚起床的Makio 加睫毛 性感鞋尖上衣 完整的妝容 Makio似乎是有備而來 但一到醫院探視時卻是一臉的憔悴 背上運動外套大素顏 前後真的差很多 不只裝扮有差 就連態度也是大不同 說法更是處處矛盾 然後呢就是有 因為那個時候就已經就是有被揮到 然後呢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有點嚇到 他們並沒有附車資 所以根本就沒有那個早前的那個動作 怎麼可能會息胸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我們上了車然後就吸安全帶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就可能就是講話有一點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的友善 就是就互相對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多180度大轉變 從原本的理直氣壯到聲淚俱下 Makio姿態放低 有沒有被犧牲也說法反覆 但絕口不提戒酒 Makio前後態度差很大 想要用柔弱的眼淚 企圖枉為自己 就生氣了 很多人都說 在這個前一天呢 這個Makio他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場的記者很多人預期他一出來 應該就是呢 就雙眼浮腫啊 一般的就非常無神的 甚至沒有化妝 但是呢我們來看到 在前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是這個穿了一個鞋尖的這個衣服 看起來是非常的美艷 有跟他之前形象一樣 甚至呢他這個眼睛還帶這個 瞳瞳變色片 甚至還有這個 連這個眼睫毛都還是用貼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先請教玲玲好 那天呢 大家都說他道歉沒誠意 到底呢是他沒誠意 還說他其實在這個危機處理的部分 沒有做得好 我覺得他的道歉 基本上是有這個想法 但是誠意呢 這個程度應該可以值得商榷 為什麼 因為他的經濟公司很顯然 對這個事情就說 OK既然見了報了 那Makio你就出來開個記者會好了 那也沒那麼嚴重嘛 就講講就算了 可是他因為他太輕忽這個事情 他認為說 我就打扮了漂漂亮 跟大家解釋一下 OK就沒事電人報紙寫完 就算了 他沒有想到 他在記者會上所講的言行 真正到家屬那邊 記者回過頭去問家屬的時候 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而且你們真的就是把人家 打到重傷住家戶病房嘛 所以絕對跟你想像中的 完全不 因為他太輕視這件事情 才會造成說 哇怎麼 Makio也嚇到 就是第一天他就是這樣講講 沒想到大家一陣踏法 他才覺得說不對勁 經營工程商量價 結果說不行 這樣太嚴重 你必須要再用另外一種態度 所以你看第二次他馬上就180度大轉變 又素顏又很誠意的哭啊 什麼的 跟第一次比較有一點點小強勢啊 那種態度是完全不一樣 主要是他太輕視這件事情 他以為 第一次出來講完就沒事 沒有想到後來 他研發了這麼嚴重的問題 是是 不過我們請教一下光琴 其實之前我們來看啊 這個Makio他之前 也有一些爭議啦 像他之前投資的夜店 甚至也說 他的在吃飯的時間啊 有小孩子在 或是在一些不太好的一個 跳舞的舞蹈動作 但是他當時的回應也是一樣啊 就是覺得說 這個沒有什麼啊 朋友投資的啊 好像都覺得這些事情 都不是這麼的嚴重 是不是他一貫的態度 都令人感覺有 這樣的一種形象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Makio怎麼定位 他是什麼樣的藝人 只有之前那個 發一個新片說 動作跟歌聲 都很像那個謝金燕 有一個爭議 但是他定位是通告藝人 他的這個談話性節目 跟他媽媽上 談話性節目 我倒是常看 因為那個次數太多了 平常就是 沒有一個 專業領域的 專長的一個藝人 把平常喝的爛醉 這些爛事 或者跟他那個 胡群狗擋的一些 狗逼倒灶 在夜店的事情 拿到節目上去講 所以網友才那麼輕易 可以抓出來他說 計程車司機最好不要載到我 我可是黑名單 以前也打過人 因為找錢的糾紛 對不對 還有就是說誰理你 你自己沒有準備好錢 所以這些事情 他以前 賺錢賺的太容易了 包括他媽媽也上去賺 這些事情拿到去講 大家好好笑 就這樣過了 所以你看他算號的處理 那天我是看那個SNG 我說奇怪 怎麼會穿一個露肩的 我說實在的 我當時還告訴自己要理性 說這個藝人可能穿著上面 比較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我聽到他的這個說話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忍受 簡單來講 一個事情明明就是加害者 你不能說都是那個朋友幹的 現在細節還在釐清 你有沒有叫說 你有沒有動手 你有沒有踢車子或人 你有沒有踹一腳等等 所以司法這個問題 也不用那麼草率 那你把自己明明是一個加害者 你朋友是一個加害者 你把自己弄成說 是對方是加害者 你變受害者了 對方有其凶 說謊 我覺得這些事情 很容易就釐清了 因為有一個募集的一個同業 他一路追車 他用行車去照得非常仔細 包括你自己沒有付錢等等 那個太太只是要把沒有付錢 然後去解釋說不可能 不可能有對他欺凶等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有講了一句說 不和解的話我要告人 這些態度都給我們感覺說 馬丘為什麼大家 這個反應這麼激烈的原因 甚至比那個日本有人高 因為日本有人我們也不認識 只知道他一個出錢的背景 他在日本就開夜店了 懷疑是一個黑道 所以今天白狼也跳出來 想要制裁他等等 那這場我們就是說 我們集中在馬丘這個藝人身上 包括他去那個 危機處理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他好像在上個通告 還有今天什麼深淚巨像 我沒有看到他眼淚 今天就像一個演戲 包括馬媽他去上節目的時候 也濃妝厭抹 頭髮梳得很好 今天我看媒體的一個 這個標題給馬媽 說在離癌的 這個馬丘的媽媽 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大家不能容忍就是說 你明明是家孩子 你拗不下去的時候 你把他打成什麼 我們兩個各打一板 就說哎呀你重傷 那我媽媽也是離癌 這種感覺的這種情況 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覺得惡行惡狀之下的一個 副產品 那我覺得最後 今天這個邱毅委員講了 封殺 剛剛我們這個投票專線 有很多人說還更勝一步 要不要退出演藝圈 我覺得先封殺 退出演藝圈 他自己自發 看有沒有自律自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電視台 不管哪一台 他衝刺太多這種藝人造勢之後 不管是撞死人 還有一再的酒後造勢 甚至吸毒的 都上去哭得稀哩花啦的 甚至被做成一個 演藝性質的一個表演 之後好像就說 跟大家道歉 就原諒了 就沒事了 所以今天這個 這個記者才寫說 好像藝人有個SOP流程 哭一哭 然後說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風頭過了就沒事了 受害者家屬還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引起同仇敵戴 是有原因的 Makeo真的有 內心有自省嗎 還有藝人的這些同業們 包括姊妹桃們 哥們 每次第一時間 這個小孩子為什麼被痛罵 上網去聲援他 每次一發生什麼事情 黑人發生事情 其他人發生什麼事情 都上去聲援 不問是非 我覺得這個 這個演藝圈的這種亂象 應該是藉著這一次機會 再好好給他們一個教訓 不過惠人這件事情怎麼看 我們剛剛這個 其實光秦講到一個SOP 好像是哭一哭就 就完了 但是這次他連哭 可能哭得太晚了 變第二天才哭來不及了 因為林玲姐是跑銀劇新聞的前輩 我不是跑銀劇新聞的 但是這幾年 演藝圈發生的一些什麼 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再太多了 那些天王級的 我都不點名了 因為事情太多了 所以你們現在做這個語音投票 說叫Makeo什麼 退出演藝圈什麼 我當然贊成 他要不是林志玲 那是Makeo 他要退出 I don't care 我個人意見 那你就要退出就退出 要封殺要退出 要怎麼樣出一頭 我都沒有意見 那是不是有一致的標準 剛剛光秦連舉例到 有一些藝人 之前酒後駕車 然後造成家庭 永遠都沒辦法回 那他有封殺嗎 有退出演藝圈也沒有 那一致的標準 我都贊成 在這種節骨眼 因為網友 辛勳兄你很了解 網友現在已經 沒有辦法用一般的道理去 他現在名氣可用 全部矛頭對著Makeo 那誰願意去 這個節尾也去幫Makeo講話 他說不要 那我們就重重 好 那大概 重你也可以講重量的重 也可以講大重的重 反正就隨便 你要怎麼處理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我請問大家 這一位 這一位我是覺得比較嚴重 這事情就沒什麼 那就是開個黃腔而已 沒什麼 可是他是部長 他是考選部的部長 你說他可能他在考選部裡面得罪裡面的人 所以過年前的尾牙到過年後才被人家拿出來踢爆 考選部裡面什麼鬥爭 我也都沒什麼意見了 你今天如果說Makeo他喝酒 這個部長也是喝酒 那他的處理是什麼 昨天我看友台很多人幫他聲援 他說他五星級 他拚比第一名什麼 然後呢 我們對部長的要求什麼 所以你說他危機處理不好 危機處理不好 他是經濟公司 他不是公關公司 經濟公司為什麼 炒緋文弄宣傳 經濟公司還能幹嘛呢 安排一些什麼通告什麼 那你說真的出事情要危機處理了 經濟公司我不是 我不是專業的 你要怎麼處理 出力道不後 第一天那個真的 如同剛剛李玲姐講 第一天那是失敗的 你衣服也不對 妝也不對 講話也不對 通通不對 律師在那邊 幫不了什麼忙 那就毀了 就註定你還要再被追打一天 可是你今天回來看說 我們社會 我們的鄉民 這些網友有沒有一樣的標準 說這樣的人 他昨天講說 你們有人叫我下台 他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Makeo說 那部長都喝醉都 賴豐威講什麼 他說請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不是覺得說 賴豐威一定要下台 因為我覺得無所謂 進行做平衡官的官長 好賣那另外機會輸 如果賴豐威可以再有一次機會 那為什麼Makeo不行 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網路公審 大家的這種情緒的話 那就沒有標準 六法全書沒寫的 說你推出演藝圈 你推出迷你借你幹嘛幹嘛 如果在台灣這種變成是一種 這種固定的現象的話 那是很危險 這用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Makeo這個事情其實現在 法律已經在處理了 但是我們討論這個事情 就是舊法論法 當然你們認為說 Makeo就是演藝圈了 你說叫他都會處理事情 然後程度有多高 他剛開始我覺得他認為 好像無所謂 就傷害住院 把他賠些錢 然後把醫療好了 他覺得就好像沒事了 重點人也不是他打的嘛 對 不是 他一定也有去問律師嘛 對 律師一定有給他講說 你打人家 你說他也有打你啊 反正大家都有過世 在那邊扯來扯去 所以才會有講說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律師 應該是律師的這個 這個教他一個所詞 我覺得他也有跟 一定也有跟律師請教了 我不曉得他請教哪個律師 如果是詠然的話 李詠然我就很熟了 李詠然大概不會幹這種事 是啊 是啊 可能是下面的小律師 對啊 不過已經 我們不提這個 真的是李詠然 是啊 是啊 我們不提這個 因為律師都會幫當事人 請他行責 減輕他的設法 減輕他的行責 那這個事情 我有一點 我今天要來之前 我看到中天新聞的新聞台 我們現在是評論台 那個新聞台 那個秋衣夾克開講裡面 他有提到說 我是很會打冰獅的 我是很會打冰獅 他這個是重傷害 日本人打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要 負著我們的國格 那我就是說 意思打冰獅 他要幫他處理 我這個 雖然有人告訴我說 不要修理秋衣 但是我不是要修理他 我覺得中天的新聞公正性 要獲得民眾的認可 第一個 他不是重傷害 中傷害法律有規定 他是傷害罪 普通傷害 肋骨就算有兩根 真的是第二 除非他如果是腦電盪 昏迷不行 因而致死或致重傷 才有重傷罪的問題 那是傷害致死或致重傷 那傷害罪 告訴乃論你是可以撤的 這種情況 但是你也不要說 挑起說 好像我們維持國格 就要修理日本人 他說是 日本人 我們的檢調單位警察 很糟糕 他意思好像就是說 他沒有這麼講 好像說五萬交保 傷害罪部五萬交保 限制出境 不給他出去 限制出境就是要他和解 趕快來和解 難道要受壓嗎 他夠的是受壓要件 這個我們講到這個邱毅 可能就比較扯遠 不是不是 這沒有扯遠 我們還是先回來講 我跟中天音樂也很深 我是認為中天不應該 誤導一般的觀眾 這種好像說是 我們中天會應該有 義紅大哥在會更公正 我們在日本 我們對日本 日本人如果說 請起來支持這個日本人 他當然要請責日本人 說不定這個消息到日本 日本人也罵死這個日本人 看情況 不能把他弄變上綱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整理一個手板 其實除了剛剛講到 這個Makio他的態度 還有裝扮的問題 他是不是在這個 講話的部分 也是有一點點前後反覆 我們來看到 到底有沒有戲安全帶 這Makio講說 有啊我一上車就有戲 但是呢 這位在司機家屬這邊講 他說他們一行 根本不願意配合 而且在這個司機態度 是不是不好的問題上面 Makio講說 其實呢 這個因為他們喝酒 講話比較大聲 但是司機態度很差 但是呢 這個司機家屬這邊講說 這個他們是聚在 這個停路邊 一名女子還發血無瘋 還下車踹門 要打電話報警的時候 就馬上司機被拖出車外毆傷了 還有呢 是不是呢 付車前司機有沒有揮胸的部分 好這個呢 這是Makio他第一天開記者會 他說胸部有被司機揮到 好但是呢 在司機家屬的部分 他說根本沒有付車資啊 沒有找錢動作 怎麼可能襲胸 根本睜眼說瞎話 好這部分其實後面呢 這個後來這一天呢 其實Makio他有說 這個在 是不是有接觸到胸部這部分 似乎也有一些討論一些疑慮 一些疑義 還有這個是不是手機錢包掉車上 這部分 Makio是說 他的手機跟包包掉在車上 沒有辦法報警 但是呢 這個司機家屬說 根本沒有見到任何的手機包包 所以呢 我們來看到 其實呢Makio在這個前後這個講法 似乎講法差得非常的多啊 其實剛剛那個提到李永榮 本來不想講他的名字 他已經上午已經解除委任了 他已經不再當作 Makio的這個委任律師 我還講說其實 就是我覺得Makio在第一天發生 第二天那個處理方式 是讓他到現在還這麼受正義的 一個最大的因素之一 因為他出來講了這一些話 基本上對公眾講 對他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他好像幫這個加害者在解釋說 他因為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 然後剛剛各位提到說 再像他這個穿著打扮 活像開一個這個什麼EP的記者 會有那種感覺 基本上給人家整體秘密局 是不好的 所以他第一天的處理 非常非常失敗 導致第二天雖然他試圖挽救 在現場聲內俱下 剛剛這個光潔提到說 好像沒看到眼流 不管 但是這樣的表現 其實是補救第一天 真是補不回來 我特別要講說 其實這個跟所謂的這個什麼人 什麼人 哪一國人是沒有關係的 他就是一個 一個記者 一個所謂的計程車司機 被人家暴力相向 不管他是哪一國人 那就從這個簡單的東西 去著手就行了 那如果說他們兩個要和解 那是他們的問題 那如果不和解 我們要請這個 這個檢方來查事實的真相 就這麼簡單 那我不要無限 至於說要不要退出演藝圈 我舉個例子 我想零零逼我說 要不要退出演藝圈 不是我們決定 是演藝圈決定的 沒有通告沒有收視率 他自然就被淘汰 我舉個例子 日本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投訴 叫野貌英雄 本來是大聯盟的 大聯盟的一號投訴 到最後投到小聯盟 最後消失 所以我說 當然我不說 馬基歐下場會這樣 我說我們不需要去 民粹到時候 一定要逼他退出演藝圈 或是怎麼樣 只是說我們要用理性 去看到這個事情 然後看看後續的 法律層面要怎麼處理 這是我的感覺 不過這個馬基歐 其實在過去 除了這個言論 還有他講到 上節目講很多他喝酒的一些 這個言論 也是讓大家 就為之詬病 特別說他喝完酒之後 可能還會打人 甚至過去的計程車 他說自己就是一個 計程車司機的黑名單 好到底他過去的一些言論 還有他今天一些做法 這個中間一些關聯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